leaf peeping 這個不覺得很奇怪嗎? 葉子偷看,偷看葉子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做這樣的事情的人也可以被叫做 leaf peeper 這個還是很詭異 其實我下一段是不是可以講一下 peep 跟 peek peep 跟 peak 的差別 不過沒關係 我們趕快把這個好好講 leaf peeping 到底是什麼 它不是偷看葉子 它竟然就是賞葉 那我們平常的話去賞花 這個大家可能聽得很熟 賞葉 賞葉這個詞我們是比較少講 那我們如果講賞風呢 是不是就是類似這種感覺 結果呢這個的話其實在國外 其實在日本在台灣也還算是蠻常見的啦 只是沒想到外國人的話 賞葉就賞葉嘛有什麼關係 他們怎麼會用那種偷看葉子 也是很好聞的詞 叫做leaf peeping 那當然其實對他們來說 他們也不少人一直覺得要去改這個詞 因為回到我剛剛講的 或許我會找時間談一下 這個peep跟peek的差別在哪裡 但是都是偷看的意思喔 但是peep其實有更不好的意思 有更負面的意思相較於peek 所以有人就會覺得這個詞真的很怪喔 那不知道他們外國人是不是會改 那當然說回我們台灣啦 我們講到的話 當然這個花少不愁沒有顏色嘛 就是我把樹葉都染紅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的話呢 就算不是開花你賞那個風紅 你賞這個楓葉 那你看它這個不管是老葉或者是新葉 有時候都會有不同於綠色的別的 紅色黃色橘色也是有另外一番風情的 所以沒想到出門賞葉 這件事情的話呢觀賞楓紅 這個的話竟然叫做leaf peeping 做這樣的事情的人呢 叫做leaf peepe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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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